阿彌达哈喇 尊拉布尊拉塔 尊拉布尊拉塔 从祭枪祭开始 石平部落布农族人依循传统碎石祭仪 主义进行狩猎 祭狩虎 以及最重要的带领下一代摄鹿尔 花费两个小时的时间 完成了整个摄尔祭的文化祭仪 这个地方是有故事的地方 以前我们这个旁边也有遗址 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他们以前的那个 他们留下来的那个智慧 还有他们的那个土地 零四零三大地震重创花莲 卓西湘古风春十平部落族人同感悲痛 但是传承传统文化的工作不能中断 因此今天仍如期选在零保署 护管所列寮部落遗址旧址来举行 我们这边是以前就是有好几个在这里住过的 就是从有的是从大厚那边下来的 有的是从台东那边也下来的 所以我们以前我所听到老人家讲的是 都牵下来就在我们食品部落里面聚在一起 所以我们这边的食品的族群就是有 石瓶部落族人几经讨论后仍继续办理的同时 部落族人也借着文化的记忆 祈安花莲能有力量 从地震灾害中重新站起来 我们也特别针对这个 我们在花莲县所遭受到的这些死亡 还有受伤以及房屋倒塌 伤亡的这些柴所的所有的 我们花莲的乡亲们 我们也做了对他们的祈福跟致意 那最主要呢我们还是办理 所以我们才会继续办理这个文化祭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活动呢 在我们前面的祭祀祈福前面呢 就是针对花莲县山王的这个地震的家人们 能够让他们渡过南关 对我们的活动祭祈福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安顺 湖峰村食品部落族人重返祖先当初 从大奔山区迁徙下来后 堆一个落脚的遗址举办摄尔祭仪 借着祖林的力量抚平大地的伤痕 祈求花莲和尽平安 记者是玉兰卓西采访报道